把这个程式,如果要改成VBA的话 其实基本上,大致上有哪些地方变更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把Input改成Input Box 第二个的话,输出本来是Prince 因为在那个VBA里面没有Prince Prince可能Prince到它底下,看不到 所以一般就用Magic Box 输入输出的东西做个变更 那其他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For i,有没有 这个地方本来是InRange 不过它是写成For i等于2到 这个Prince,一定要-1 为什么要-1,因为Range是到那边停下来 可是这个For回圈在VBA里面 它是到那边一定会执行到 所以一定要-1 其他的话还有像百分 %符号它叫Mod 还有等号,这边是一个等于就好了 可是Python要两个等于 OK,有没有 所以其实可以稍微转换一下 那Break的话呢 我们Python要Break 那这边的话叫Azis Sub 或者另外一种写法叫Azis For 跳离这个回圈 Azis Sub是跳离这个什么呢 这个程序 OK,就是这个副程式 所以基本上我demo一下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假设 我要写这个 把它改写成Excel里面的VBA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就开启Excel 第二个的话呢 我已经写好了 再加一个按钮,按下它 这个是Input Box 输入55 Enter之后的话呢 它用Mature Box告诉我 是不是直输 不是直输 那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这53 刚刚是print了 现在是用Mature Box 讯息的一个方块 帮我去显示 那除了用这种方式之外 另外呢 在VBA里面还有一些优点 什么优点 是Python没有的 它可以直接怎么样 把Excel当成是输入跟输出的界面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 我直接什么 请输入一个整数 我输入到B2 所以将来我可以用 有个物件名称叫Range 刮弧B2 就是这个储存格的词 当Input 那输出的话 输出到 我跟大家讲 B1 输入是B1 输出是B2 OK 那用Range物件 可以存取 所以我这边 假设我输入一个55好了 然后呢 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会告诉我是不是直数 那如果输入53 它就会怎么办 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输出什么 是直数 有一点就是说 我输入跟输出 就可以不是Input 跟Output 从这边可以输入 从这边可以做输出 也就是Input 跟Prince 不过其实基本上 只是说换一个环境 那刚好Excel本身有提供 这些功能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什么 用VBA来实现 但这一点的话 Python应该是比较 没办法 除非 我刚刚讲过 未来也许 有可能把VBA以后变成什么 这边出现 变Python的话 那就以后用Python来写 不过目前 倒应该没那么快 而且有些地方 有些单位好像还在用旧版 旧版像现在 我们现在用2007 那以后即便有新的版本 也不见得每个公司用那么快 不可能说所有的公司一下 全部都买新的 像现在我还发现有些公司 还在用2003的 对 而且是很大的公司 很大的那种定性公司 因为之前有到他们公司说 教育训练说 怎么还有用2003 那怎么办 因为他还可以用 他没有说不能用 而且还可以授权 因为他终身授权 他尽量不换就不换 对不对 所以即便将来改成Python 到真正普及 你看2013到现在多久了 2003 现在都已经2020 17年前的东西 所以 将来即便Python改了 到将来整个普遍化 恐怕也是很久已经 那时候可能已经退休了 那不关你的事了 不过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现实 我的考量 反正我应该知道 我就知道吧 像学这种东西也不是说我刚开始 我会教这个课也是偶然 我刚开始只是分享部落格写一写 写越来越写很开心 之后就找我上课 好像最近有个单位 像我的母校 那个台师大 就里面不知道哪个主任 就写了一封mail 因为他看到我网路上很多相关的这种课程 那因为现在大学必修陈设计 所以他就写了mail问我说 能不能去那边帮他们开课 叫他们算是学弟妹 算回母校 那我很意外 他为什么知道 他就写说 因为他在网路上看来看去 而且身边的朋友也都跟他推荐 所以他说写 问我能不能去帮忙 我想这也倒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是可以帮忙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怎么去撰写这个背后两个程式 第一个的话一样 我先从头来过 如果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课蛮多同学 都完全没学过这个VBA 那我当然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完全没学过的话 最好找个机会 完整的学习 我把整个步骤 跟各位讲 一 我们先开启这个Excel 第二个的话 上面应该有开发 如果没有的话 你自己可能要把这个 是什么 其他命令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常用里面的 这个叫什么 开发人员标签 这个要把它打勾 OK 可是2010以后的版本 又不是放在这边 可能又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OK 然后这个要把它打勾 然后又有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那我们怎么撰写刚刚那两支程式 一 请你在这个 左上角这个区块按右键 插入什么 插入模组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VBA里面第一件事情 其实也是跟Python一样 有没有 叫什么 这Python是New Module 那这边也是Module 模组就是Module 只是翻译成中文 OK 那你就先新增一个模组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写那个Sub Sub Sub部分呢有两段 我们第一段在哪 这一段 直处判断 就是用Input Box 有没有 这边Input Box 跟那个Match Box 这个是第一段乘式 那如果你实在是 可以的话就自己写 如果不OK的话你就把Ctrl C 然后Ctrl V 贴到这边 这样就写完了 那怎么去Run它呢 基本上你就直接 游标放在这边 按这个Run就可以了 它就出来了 55 Enter 出来了 然后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按钮的话 你就这样插入 这个有个表单 表单控制上这边按钮 然后把它拉一下 按钮大小就出来了 然后你指向这个直处判断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这个我们的按钮 把那个名称改成叫直处判断 一样从这边按一下它 它一样可以跳出来 比如53 Enter OK 那再来的话如果说你输入跟输出 不要是Input Box 而是什么 而是在哪里 把这个比一下 比到这边来 而是在这边 A 跟B A的话呢 这两个 那你可以把它用什么 用那个 框线框卡 其他框线 那我刚刚这个颜色把它改成红的 这两个 OK 范围把它框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请输入那个 一个整数 OK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个就一个讯息 那这个就是底下这一栏的话就结果 比如说我输出的结果 加一个帽后 OK 然后这边就Input 这边就Output 那这个东西叫Range B1 这个叫B2 所以呢 我们程式 如果说我要写 输入输出 其实只要什么 把这段程式做修改就可以 那复制有没有 贴到底下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把那个Sub 改成叫直速判断2好了 那哪边需要修改 这边 怎么取得值 直接从B2取得值 所以你直接把Input Box 改一个 我要从那边取的 那边叫Range OK Range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Range 刮弧 然后给它一个字 叫B1 OK 意思就是说 从那个储存格 取得这里面的资料过来 OK 特别注意 这个Range 跟我们刚在Python里面的Range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千万不要搞混 Python是范围 不不 应该是清单 它会帮我产生某一些数字的清单 那这个指的是范围 它可以是单一个储存格 也是一个 也可以是一个范围 OK 那其他地方还有哪些地方要改 比如说Mesh 这个要改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哪里 所以其实输出到哪里 你可以 拿这个复制好了 贴到这边 贴过来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B2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B2就可以了 OK 一个1一个2 那将来你要执行的话 一样 从这边 有没有放这个Sub里面 执行 这边有错 啊 Range 把这个结果 应该是写 这个 改一下 应该是写成这样 就是用这个 B2去接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写成这样 用B2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B2写在前面 把不是直数 帮我丢到B2里面去 然后呢 是直数 丢到B2里 就是这边了 改写成这样子 把后面的东西 有点像Return 帮我丢到里面去 那接下来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不是 这不行 这应该要先丢个东西 比如55 然后呢 这边有东西嘛 再来的话 它就把这个55 丢到这里面来 然后再做判断输出 那我们可以组行跑 因为这 刚刚同学有提到 这样VBA有个好处 你可以按L8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一行一行 L8按一下它跑一行 那Python的话 Eclipse就没有这么方便的功能 OK 所以你会发现它丢过来 把那个55丢过来 然后呢 它就把这个范围去做处理 一直处理 处理完之后 因为这样跑很久 所以我把它直接执行 不是直数 如果这边的话 假如说 改成53 一样再跑一下 这边把它执行 不过这样不方便 所以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 再做一个按钮 我复制上面这个按钮 贴上 然后呢 把这个按右键 重新指定成这一个 OK 那这样就大功告成 这个换一个63 是不是直数 应该 63 不是直数 输入 输出 就变成在 Excel上面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程式码 已经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就是这一段 这个是 第一段 直数判断 再来的话 直数判断2 在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有学部VBA的同学 也许自己可以写写看 尽量了解一下 就是 将来如果你的程式 是在Python里面 如果要把它换到VBA里面 该怎么做修改 你会发现就是那几个地方 的使用方法不太一样 所以你只要掌握有一些细节 像4回圈带哪里不一样 还有像运算词 那个 就是 求余数那个百分比改成Mod 还有记得等号要变成一个 要变两个等号 这可能要 注意一下 试一下 就是如何再把Python的这个直数判断 改写成VB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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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